今年我會在這裡講四字 今天是第三次 今天是第三次 所以還是同樣的一個題目 都是同一樣的題目 如何來突破這個困境 如何突破這個困境 我們今年的題目是從意象到使命 所以我們講的是傳福音 今年的題目是從異象到使命 所以我們講的題目是傳福音 這時候我已經講說普世華人教會的基督徒 華人教會華人的基督徒有3%的困境 我講過曾經普世的華人基督徒裏面有3%的困境 麻省的華人大概有17萬人 麻省裏面大概有17萬人 基督徒不會超過6000個人 基督徒不會超過6000個人 這樣的話我們知道傳福音的意象 大家都是接受的 因為傳福音的意象大家都接受的了 我想我們中間沒有人不同意我們需要傳福音 我相信我們當中沒有人會不同意 我想絕大部分的人也願意在我們的生活裡面來傳福音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人都願意在生活上面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不願意的問題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不願意的問題 也不是我們更加努力來傳福音的問題 如果我們更加努力的時候 有時候會造成一種反彈 我們講的福音給人有一種強迫的感覺 給人有一種勉強的感覺 給人有一種勉強的感覺 所以傳福音的使命是易講難做 所以傳福音的使命是易講難做 難做的原因很多 主要因為我們周遭的非基督徒不要聽福音 主要我們周遭的朋友願意聽福音 不願意聽福音 不喜歡聽福音 不喜歡聽福音 也不覺得有需要聽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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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教會裡面是希望用小組和團慶來突破這個困境 我們教會裡面希望有小組和團慶來突破這個困境 然後如何來入手呢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這四次的內容 怎樣去入手呢 就是我要講的這四次的內容 第一次我就講說我們需要從別人能夠接受的這個層面來入手 第一個我們要從別人可以接受的層面來入手 第二次我講的就是盼盼說我們生命的裡面有個神跡被人能夠看見 第二次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生命裡面的神跡讓人能夠看見 保羅如果入手呢 保羅怎麼入手呢 今天我們已經讀過了 今天我們已經讀過了 讀過之後呢 這個我就不再讀了 讀過之後我們不再讀了 保羅在這個雅典的講道裡面兩次引用了雅典詩人的話 保羅在雅典廣道的時候兩次引用了雅典詩人的講話 他對希臘的文化 希臘人的文化文學明顯是有研究的 他對希臘人的文化和文學顯然是有研究的 他這樣來引用啊 他這樣來引用 是意味著聖經以外有真理的嗎 是意味著聖經之外有真理的嗎 絕大部分相信聖經的基督徒認為聖經以外是沒有真理的 絕大部分基督徒認為聖經之外是沒有真理的 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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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們有詩人說原來我們也是他的子生 保羅說就如你們詩人所講的 我們都是他所生的 這個是他引用了一個詩人叫Aretus的話語 這個他引用了詩人叫Aretus的講話 Aretus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修私的子孫 Aretus的意思是我們是修私的子孫 不是創造天地的主的子孫 不是創造天地的主的子孫 如果這樣的話 為什麼保羅可以引用他的話語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保羅為什麼可以引用他的話語呢 他在聖經裡面寫下來 而且在聖經裡面寫下來 今天我們基督徒在這種思想上面有很多的困難 今天我們基督徒在這種思想上面有很多的混亂 有很多的混亂 所以沒辦法可以把福音講得清楚 所以沒辦法把福音講得清楚 那我們來看看保羅如何入手 我們看看保羅如何入手 對猶太人保羅引用舊約來入手 對猶太人來說保羅引用舊約來入手 對非猶太人保羅並不引用舊約 對非猶太人保羅不引用舊約的 對雅典人保羅以雅典人的文化來入手 不是引用舊約 對雅典人保羅引用雅典人的文化來入手 都不是引用舊約 聖經許多的真理可以用非聖經的話來傳揚來討論的 聖經有很多真理可以用非聖經的話語來傳揚來討論 聖經的真理並不是被聖經的話語來挾制的 聖經的真理並不是被聖經的話語來核製了 聖經的真理可以脫離聖經的話語的架構 聖經的真理可以脫離聖經的話語的架構 用別人的文化來傳講的 用別人的文化來傳講 我們需要這樣做呢 我們需要自己想清楚這個事情 我們需要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需要想清楚這些事情 用非聖經的話語不單可以解釋聖經的真理 而且可以增加這個認同 用非聖經的話語可以解釋聖經的真理 也可以增加這個認同 今天很多基督徒認為 如果不用聖經的話 入手來傳福音 就是離聖這個古舊的福音 今天很多基督徒認為不用聖經的話語來傳福音 就離棄了古舊的福音 我感謝祖航今天我們唱詩的時候沒有唱這首古舊福音 我感謝祖舊唱詩的時候沒有唱這個古舊福音 不然的話呢 你又以為我在這裡跟這個唱詩的人來作對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以為我又從唱詩的人作對 有一首詩啊 常常說呢 我要傳揚這個古舊的福音啊 這個古舊的福音就是我所愛的福音 這個古舊福音是我所愛的福音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儘管我們傳揚的是古舊的福音啊 儘管我們傳揚這個古舊福音 我們卻不需要從古舊的福音來入手 我認為我們應該是從建立一個橋樑的方法來入手 我認為我們需要從一個建立橋樑的方法來入手 剛才我已經提過聖經的真理可以用非聖經的話語來討論 來談論 我講過聖經的真理可以用非聖經的話語來傳揚討論 我已經講過用非基督的話語入手可以增加這個認同 我已經講過從非基督的話題來入手比較增加一個認同 從非基督的話題入手可以建立一個橋樑 從非基督的話題來入手可以建立一個橋樑 我們今天還是傳揚古舊的福音 卻不一定是從古舊的福音入手 我今天仍然是傳揚古舊福音 但卻不從古舊福音入手 問題就在這裡了 問題就在這裡了 建立橋樑尋找聖經以外的共同點 建立橋樑尋找聖經以外的共同點 橋樑就是我們要尋找一個話題是跟非基督的文化是相同的 這樣的話就是聖經以外有真理嗎 建立橋樑尋找一個聖經以外的話題的共同點 建立橋樑尋找一個聖經以外的話題的共同點 是不是就是 聖經以外有真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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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用彼此的共同點 文化裡面的共同點來傳揚這個福音 是不是就是等於我們在成論聖經以外是有真理的呢 我們用文化的 那個共同點是傳揚福音的事 是不是認同在聖經以外有真理嗎 我跟Vivian講 我說要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跟Vivian講我要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居然也同意啊 他不是常常同意我的嗎 他竟然同意啊 他不是時常同意我 他覺得這個題目好像蠻有趣的 怎麼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他覺得這個題目蠻有趣的 但是為什麼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那聖經以外有真理嗎 有 聖經以外有真理嗎 是有的 這個真理不完整 這個真理不完整 這個真理裡面沒有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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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會解釋給你聽 我是從哪裡看到這些的資料 這個不是我自己頭腦裡面想出來的事情 是看回來的 我等會跟大家討論 這些事情不是我自己頭腦想出來的 好 有但不完整 有但不完整 有但不完整的 這個呢是 因為這個 聖經以外沒有救恩 因為聖經以外沒有救恩 不能叫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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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呢 基本上面 很簡單來說 可以分成兩種 真理很簡單 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呢是描述事情的真理 有一種是描述事情的真理 就好像是科學 歷史這些呢 是跟救恩沒有關係的 是描述一些事實的發生 好像科學和歷史一樣 他是描述一些事情的發生 所以這些呢是有真理的 雖然他不講救恩 他是有真理的 雖然他不講救恩 第二呢 有些呢是規定得行的 另外有些是規定得行的 這些規定得行的真理呢 需要用聖經的角度來批判他 這種規定得行的真理 需要用聖經的裡面來批判他 我們今天不是詳細要討論這種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些事情在小組跟團體裡面是應該討論的 我今天不是要詳細討論這事情 但是在小眾的團體裡面是需要討論的 我盼望我們能夠勇敢一點來討論這些 一般教會不願意討論的事情 我盼望我們勇敢去討論 這些一般教會不願意討論的事情 聖經在智慧書的裡面 經常引用其他文化背景智慧的話語 聖經的智慧書裡面時時引用其他文化書裡面的智慧話語 你知道聖經分成幾個部分 你知道聖經分成幾個部分 那周約的裡面有歷史的部分 舊約裡面有歷史的部分 有這個律法的部分 有律法的部分 有智慧書的部分 有智慧書的部分 有先知書的部分 也都有先知書的部分 我不知道我們中間有沒有主要學士討論就業概論 我盼望我們知道 聖經裡面有一部分叫智慧書 主要學裡面有討論 聖經概論裡面應該有討論智慧書 有時候我去一個地方講道 講英文 我說聖經裡面有這個wisdom books 有一次我去第二個教會講道 就用英文講道 講道聖經裡面有wisdom books 居然這個翻廣東話的人不會翻譯 他還說這個是教會裡面翻譯最好的一個人 居然翻廣東話的人不懂翻譯 他說最好翻廣東話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不是我們聖經的版本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我在想 是不是我們聖經版本不一樣呢 聖經的智慧書經常引用別的文化的智慧 聖經裡面的智慧書是引用其他文化的智慧 我也不是詳細要討論這個事情 但是最簡單的你看《真言》 聖經裡面有一本書叫《真言》 聖經裡面有一本書叫《真言》 第30章第一節 第30章第一節 他說亞基的兒子 雅古爾的話是神的末世 他說雅基的兒子雅古爾的話是神的墨世 那雅基是誰不知道 雅基是誰沒有人知道 雅基是誰沒有人知道 肯定不是猶太人 肯定不是猶太人 為什麼他們的話居然也是神的墨世呢 為什麼他說居然是神的墨世呢 這個就是很清楚告訴我們說 在聖經以外是有真理的 這個很清楚告訴我們 只在聖經以外是有真理的 第二在《真言》31章第一節的裡面 第二個地方就是《真言》31章第一節 他說利目伊勒王的話也是神的墨世 他說利目伊勒王的話也是神的墨世 很多人說利目伊勒王是以東王 有些人說利目伊勒王是以東王 有些人說是以瑟瑪利的後裔 也有人說是以瑟瑪利的後裔 無論怎麼樣 這個明顯不是一個猶太人 很明顯不是猶太人 他所講的話語並不是聖經的話語 他講的話也不是聖經的話語 但是聖經將他再錄下來 說這個是神的墨世 他說是神的墨世 你看了這兩段經文之後 你看了這兩段經文之後 你就知道在許多不同的文化裡面 都有神自己的啟示和墨世 你知道很多文化裡面 都有神自己啟示和墨世 不單是描述性的真理 不單是描述性的真理 而且是規範道德行為的真理 而且是規範道德規限的真理 保羅四次引用了希臘的經典 保羅四次引用了希臘的經典 你可能沒有考慮過 保羅四次引用了非聖經的真理 保羅四次引用了非聖經的真理 第一個在哥林多前書15章33節 第一個是哥林多前書15章33節 你們不要自欺 你們不要自欺 南交朋友是會敗壞品德的 南交朋友是會敗壞品德的 這個是一個明年德 在希臘人公元前兩百年的時候講的一句話 這個公元前兩百年一個希臘人明年德所講的話 奇怪啊 保羅居然在向哥林多人講話的時候 引用希臘人的真理啊 奇怪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講話的時候 引用希臘人的真理 他對提多這樣講 他對提多這樣講 他說有一個克里特 克里特本地的先知說過 克里特人是常常說謊的是惡受 好吃難做啊 他說有一個克里特本地的先知說過 克里特的人時時說謊話 是惡受好吃 難做的 這個是一個人叫Eppy Menendez講的 這個是公元前六百年 保羅好像很喜歡這個人 這個是公元前六百年一個Eppy Menendez的人講 因為他在這個雅典講道的時候 又引用了他另外的一句話 因為他在雅典講道的時候 又引用了他另外一個說話 因著他我們可以生存活動存在 這個我們剛才讀過 這個像這個希臘人講話的時候 他又引用了他這一句話 他對這個希臘人講道的時候 他又引用了他這句話 最後他引用了一句話 就是剛才我講的Eratus的話 他說就如你們有些詩人說 原來我們也是他的子生 然後他又引用了這個Eratus講的說話 你看看 保羅如果引用別人的文化四次 那我們基督徒跟人傳福音的時候 一定需要用古舊的福音來傳福音嗎 你看保羅對那些不是猶太人講過 四次非聖經的真理的時候 我和他轉福音是不是一定要講 一種聖經裡面的那個說話 我到上海的時候 去年我去上海 去年我去上海 第一次去上海 不是第一次 可能是 不是第一次去上海 去上海第一次在 教會裡面來講話 去上海是第一次對教會講話 有個長老有個牧師來跟我講 有個長老牧師來跟我講 他說為什麼王維倫博士他講的話都不引用聖經的 他說為什麼王維倫博士所講的說話都不引用聖經 你覺得我們教會可以用他的書跟DVD來教導會友嗎 你覺得我們可以用他的書跟DVD來教導會友嗎 我怎麼回答呢 我以後不敢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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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聖經不單是直接引用非基督徒文化的話語 聖經不單是直接引用非基督徒文化的話語 你也知道聖經裡面有些話語跟非基督徒話語是非常接近的 你知道聖經裡面有話語跟非基督徒話語非常接近 你想清楚我的話 你想清楚我的話 有些基督徒講話都是一板一眼非常熟靈 有些基督徒講話都是一板一眼非常熟靈 你看到他你就都不敢跟他講話了 你怎麼跟他傳福音 你怎麼聽他講福音呢 看見他都不敢跟他講話 還怎麼跟他傳福音呢 聖經我不否認 聖經許多很多的話 絕大部分的話 你可以說都是肯定正面跟陽光的 聖經裡面有很多說話肯定正面來陽光 可是你要知道聖經裡面有許多的話是不肯定 是無奈是灰暗的 但是聖經裡面有很多說話是不肯定的 是無奈是灰暗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聖經裡面有話語是灰暗 無奈跟不肯定的呢 為什麼聖經裡面有話語是灰暗 無奈是不肯定的呢 因為聖經要我們去面對自己 因為聖經要我們去面對自己 要我們來了解自己 要我們去了解自己 要我們來承認我們自己內心的時候有很多的黑暗 我們很多時候覺得無奈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無奈 我們很多時候覺得困惑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困惑 我知道今天有許多的基督徒一點困惑都沒有的 我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一點困惑都沒有的 這個信心完全是這個爆燈的 完全是這個充沛的 信心是爆燈的 如果是有這樣的基督徒 你不能跟別人傳福音的 如果有這樣的基督徒 我肯定你沒辦法帶人來信主的 你肯定沒辦法帶人信主 聖經啊 有許多的話是無奈的 聖經有許多的話跟非基督徒文化的話是一樣的 第一要我們來面對我們自己 讀的時候來面對我們自己 承認我們自己內心的黑暗 第一要我們讀的時候 面對我們自己承認的裡面 我們有很多客人 我們的無奈 我們的困惑 第二要我們去認同 體會非基督徒的無奈跟困難 第二要我們認同去體會非基督徒的無奈和困難 所以聖經有些話是無奈不肯定灰暗的 所以聖經裡面有很多話是無奈不肯定的黑暗的 第三 要我們承認我們沒有所有的答案 要我們承認我們沒有所有的答案 今天很多人覺得自己有答案的 今天很多人覺得自己有答案 我聽說有些homeschooling的小孩 我聽說有些homeschooling的小孩 在家裡面的後院想要來製造這種化石 想自己在家後院裏做化石 因為現在很多基督徒在homeschool的時候說 這個世界創造不過是六千年 今天很多homeschool教導就是這個世界創造是六千年的 因為這個化石的證據是幾年前的事情 因為化石的證據是幾億年前的事情 居然有些基督徒說這個是錯誤的 居然有些基督徒說這個是錯誤的 這個答案很簡單 這個答案很簡單 你在後院的裡面條件正確的話 你可以造出化石來 如果後院的條件正確的話可以造出化石 所以我聽說有些homeschool的小孩 在後院的裡面製造化石 這樣的基督徒如何能夠傳福音呢 如果我們教會今天推動的是這個homeschooling 在後院的裡面來製造化石 我們教會的前途在哪裡 三件事情 聖經裡面有很多話是跟非基督徒的話語是一樣的 聖經裡面很多說話跟非基督徒的說話是一樣的 第一要叫我們面對自己的無奈跟黑暗 第一要我們面對自己的無奈跟黑暗 第二要叫我們去認同非基督徒的無奈跟黑暗 第二要我們認同非基督徒的無奈跟黑暗 第三要我們承認我們確實並沒有所有的答案 第三要我們承認我們確實是沒有所有的答案 今天的化石不是我們可以在後院製造的 今天的化石不是我們可以在後院製造的 你說聖經有這樣的話嗎 你說聖經有這樣的說話嗎 我找一段就可以了 我找一段就可以了 傳道書也是師匯書 傳道書第八章十四節到十一節你回去讀一下 傳道書也都是智慧書 八章十四節到九十八節 你不要今天下午就去看這個什麼march madness 你看看聖經 你可以一隻眼睛看march madness 一隻眼睛看聖經 你可以一隻眼睛看march madness 因為你有兩隻眼睛 你可以一個眼睛看電視 一個眼睛看聖經 你有兩隻眼睛一隻眼睛 可以看電視一隻眼睛看聖經 傳道書第八章十四節上面有這句話 傳道書八章十四節裡面有這樣的說話 在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 他在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 他用虛空就是我們叫人無奈的意思 在世上有一件叫人無奈的事情 虛空就是叫人無奈的 就是世上有一件叫人無奈的事 什麼事情 是什麼事情 就是一人造惡人所行的受報應 惡人造一人所行的得賞事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是什麼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是什麼 聖經的話不是我的話 聖經說 世上有一件事情是無奈的 就是好人得惡報 惡人壞人得好報 他就講到 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 就是異人得惡報 你說什麼聖經有這種話 你說什麼聖經有這種話 聖經為什麼有這種話 再讀下去 再讀下去 在日光之下有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在日光之下有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就是所有人的命運都是一樣的 所有人的命運都是一樣 他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什麼 他說這個遺憾的事情 就是無論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結果都是一樣的 遺憾的事就是 好人和壞人的結果都一樣 你讀了這些話的時候 你的信心還會爆燈嗎 你讀了這些話之後 你的信心還會爆燈嗎 你會覺得你對世界上 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嗎 你會覺得你對世界上 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嗎 再讀下去 再讀下去 我看見在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得贏 勇善的未必得勝 智慧的未必得良 精明的未必自負 博學的未必得獎 因為時機與機會 左右眾人決定一切 我看見在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夠贏 勇戰的未必得勝 智慧的未必得良 精明的未必自負 博學的未必得獎 因為時機和機會 左右眾人決定一切 他不是說因為上帝掌管一切 他沒有這樣講 他說因為時機與機 time and chance 他說時間與機會 左右眾人決定一切 他不是講到上帝決定一切 而是講到時機和時間 掌管一切決定眾人的命 如果今天聖經都有答案 為什麽聖經裏面有這種話語 如果聖經都有答案 為什麽聖經有這麽話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自私 所以我們要自知 我們需要面對自己的灰暗 要面對自己的黑暗 我們需要肯定聖經以外是有真理的 下面我舉三個例子 下面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解決矛盾 解決矛盾 解決教會裏面的矛盾 解決家庭裏面的矛盾 需要的不是聖經 需要的是聖經以外的生命 今天教會裏面充滿了矛盾 教會裏面充滿了矛盾 教會裏面充滿了矛盾 家庭裏面充滿了矛盾 社會裏面充滿了矛盾 你認為用聖經就可以解決嗎 我告訴你不可以 你認為用聖經就可以解決嗎 我告訴你不可以 我舉你一個例子 我舉你一個例子 使徒新書十五章三十九絕 使徒傳十五章三十九節 保羅與巴拿巴兩個人起了爭執 保羅與巴拿巴兩個人起了爭執 因為爭執嚴重 因為爭執嚴重 以至終於彼此分手 你的聖經不是這樣翻譯的 不過意思是一樣的 你去讀英文聖經 你就讀出這個意思來了 你的聖經不是這樣翻譯 不過意思就是這樣 矛盾的成因 跟一個人的個性 矛盾的成因 跟一個人的個性 他成長的背景 他成長的背景 他認知的模式 他認知的模式 他缺乏的自知 他缺乏的自知 都有因素的 跟靈性也有一点的關係 其實很少 跟靈性也有些關係 其實是很少的 主要不是靈性的問題 主要不是靈性的問題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保羅跟巴拿巴會爭執 而且爭執的嚴重起來 它是很嚴重的 最後他們要分手呢 如果是的話 保羅跟巴拿巴會爭執到這麼嚴重 到最後要分手的呢 你在教會裡面活得久啊 你在教會裡面活得久的話 我想我在教會裡面活了九十年啊 我想我在教會活了九十年啊 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一件無奈的事情啊 日關教會裡有一件無奈的事情 如果我寫這個 傳道書我這樣寫啊 教會裡有一件教人無奈的事情啊 就是越屬靈的人 反而越覺得自己是對的 別人是錯的 我教會裡面有一件無奈的事情 就是越屬靈的人 就會覺得自己是越對的 其他人是錯的 我曾經讀過 我曾經去上過神學嘛 我曾經讀過神學 寫論文的時候呢 我就這樣寫了 寫論文的時候 回來呢 這個老師給我一個D啊 不合格啊 留回來的時候 老師給我一個D不合格的 你搞清楚這個事情啊 你搞清楚這個事情 今天教會裡面的矛盾 就是因為呢 大家不肯承認 不肯面對 所以教會裡面許多的矛盾 你看嘛 你想清楚今天 你想一想 今天附近的教會 你看到報紙上面 網上 許多的矛盾 是不是吧 越屬靈的人 越覺得自己對別人錯 你看看今天教會 附近的教會 那些月屬靈的人 就覺得自己對其他人錯的 教會的歷史裡面 充滿了這些例子啊 教會歷史裡面充滿了這些例子啊 保羅與巴拿巴的爭執 保羅與巴拿巴的爭執 連John Stock 寫的這個解經書啊 他都沒有討論啊 連John Stock 寫的解經書 他都不討論啊 他這麼 你想一下 他這樣的一個屬靈的人 不敢討論這個事情啊 你看他這麼熟靈的人 不敢討論這樣的事情 我不是要講這個 我主要不是要講這個事情 我主要不是要講這個事情 我只是講說呢 你如果以為呢 用聖經的真理 就能夠解決 教會裡面的矛盾了 那你的頭呢 是在云裡面的 如果你改用聖經的真理 就可以解決 教會的問題 你投在魂裡面的 聖經裡面呢 只是間接討論自私而已 聖經指示間接討論自私 聖經並不直接討論自私 個性成長背景 認知模式 他只是間接討論 聖經並不直接討論自私 個性成長背景等 認知模式的事情 他只是間接討論 我要平衡 我不是說聖經沒有講 聖經有講 我舉個例子給你 我要平衡 聖經裡面有講 我舉個例子 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四節 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四節 聖經裡面對他的母親 對耶穌的母親 瑪利亞說 看啊 這孩子被建立 要叫以色列中 許多的人跌倒 許多的人興起 為什麼啦 為什麼他又能夠叫人興起 又能夠叫人跌倒呢 為什麼他又能夠叫人興起 又能叫人跌倒呢 因為他要成為反對的目標 好啊 因為他要成為反對的目標 這樣 許多人心中的意念 就被揭露出來了 這樣 很多人心中的意念 就要被揭露出來了 我覺得這句話真是有智慧 我覺得這句話真是有智慧 你反對一個人 你反對一個人 你贊成一個人 你贊成一個人 其實跟你內心的意念 是很有關係的 坦白說我在這裡講到 坦白說我在這裡講到 頂多是三分之一的人 贊同我的想法的 頂多是三分之一的人 贊同我講說話 三分之一的人呢 什麼人講他都贊同還是反對 三分之一的人 什麼人講他反對或者贊同 三分之一的人呢 就是別的人講的 他贊成 許你想講的他就反對 三分之一的人 就是其他人講的 他贊成 徐李強講的就是反對 我在教會裡面講到 他講了七十幾年 沒有改變這個比例 我在教會講到 講了七十幾年 沒有改變過這個比例 三分之一的人同意 三分之一的人同意 三分之一的人 無所謂 什麼人講都一樣 三分之一的人 無所謂 什麼人講都無所謂 講完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今天講到 是麥金蘭在講 我做翻譯 有些人 聽了之後以為 今天是我講的 你等會下去問他 他今天講到是誰 是一個叫Wilson的人講 許長老做他的翻譯 三分之一的人 會這樣講的 三分之一的人 是別的人講 他贊同 看到我就反對了 三分之一的人 就是其他人 講到贊成 但是我講到他反對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這個跟我講到內容 可能沒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跟我講到內容 沒有什麼關係 主要 許多人心中的意念 要被揭露出來 因為很多人心中的意念 要被揭露出來 耶穌被立 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被建立 主要因為他們內心的反應 耶穌被立 很多人跌倒 或者興起 主要是他內心的反應 那你知道嗎 這是聖經以外學問的問題 你知道嗎 聖經以外講 了解自己講很多 聖經裡面並沒有講很多 有講不是很多 聖經以外講了解自己的事情很多 但是聖經以內講的事情比較 你要解決教會裡面的爭執嗎 要解決教會裡面的爭執嗎 我們應該從了解自己 從了解個性 從了解自己的成長的背景 從了解自己的認知模式 來討論這個事情 你看教會改教的時候 馬丁路德 你看教會改教的時候 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 加爾文 加爾文 齒雲里 他們之間的爭執 他們之間的爭執 這個難道是聖經可以解決的問題嗎 他們的爭執難道是聖經可以解決的問題嗎 你看今天 父女在教會裡面的地位 是聖經能夠解決的問題嗎 你看今天教會裡面 婦女地位的問題 是聖經可以解決的嗎 你看今天 靈恩的問題 是聖經可以解決的問題嗎 你看今天 靈恩的問題是聖經可以解決的嗎 你不是一定要借助外面聖經以外的真理來解決這些問題嗎 你不是需要借助聖經以外的真理來解決這些問題嗎 你回去想想我的話 你回去想想我的話 三分之一同意我的話 你回去想想 反對的就想不想都無所謂了 三分之一 同意我的話 回去想想 另外三分之一 所有的人講的都同意還是反對的也不需要想 三分之一 什麼人講他都同意 你下午可以去看March Madness 你回去可以看March Madness 同意我的話 我希望你想一想 同意我的話 我希望你想想 今天教會裡的真詞 不是用聖經的話語可以解決的 了解自己的成長也是解決家庭爭執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了解自己成長也是解決家庭爭執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VH是誰 VH是我妻子 VH是我太太 我母親是一個很好的教徒 我母親是一個很好的教徒 可是因為她成長的背景 她是一個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一個人 因為她的成長背景 她是一個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她對自己的這個小小的一個空間 有的空間沒有的空間 她都絕對要保護 她對自己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有的或者沒有的都要保護的了 我跟Vivian結婚的時候 她看Vivian是一個外人 我跟Vivian結婚的時候 我看Vivian是一個外人 她是外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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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在你們的家庭裡面都有的 沒有的 那你是很少數非常幸福的人 沒有的話 就是非常之少數很幸福的人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妻子 龍耳玲 她呢 居然經過了許多年之後 贏得了我母親的信任 但是我太太 龍耳玲 她經過了很多年的努力之後 得到我母親的信任 我這樣講 我這樣講 我是要說她靈性比你們好嗎 我說她靈性比你們好嗎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我這樣講 我這樣講 是我要告訴你 是我要告訴你 她之所以能夠接納我母親這種 沒有安全感這種奇怪的脾氣 是因為她跟她自己的母親 跟她家裡面成年的老人 不是成年 成年 家裡面的老人的婦女 相處得好 所以她有這種好的背景 有好的內心的經歷 可以跟我母親來相處 是因為她跟她家裡面的老人家 經歷那個好的情況 以至她可以跟我媽媽相處得好 今天教會裡面欺負老人 今天教會欺負老人 今天教會裡面 青年人跟老年人爭執 今天教會裡面 青年人跟老年人爭執 家庭裡面 媳婦婆媳之間的問題 等等這種的問題 你以為更屬靈就能夠解決嗎 家庭裡面婆媳的問題 你以為更屬靈就可以解決嗎 我告訴你不是的 我告訴你不是這樣 在你了解了自己 對付面對自己的過去的時候 這些問題才能慢慢解決嗎 是要你面對自己過去的時候 之後才可以慢慢解決事情 我不否認 我不否認 更新重生得救之後 你更願意來面對自己 這個是事實 更新重生得救之後 你更願意面對這個事情 這個是事實 但是重生得救 願意面對自己 如何來面對 這些就要借助聖經以外的真理了 重生得救 你如何面對這事情 借助聖經以外的幫助 第二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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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這是我從Google的翻譯上面找回來的 叫積極思考 positive thinking 第二個是積極思考 這個Google裡面穩在翻譯 那積極思考和聖經嗎 積極思考和聖經嗎 我們這個主要學 我教一班主要學 我教一班主要學 也不是完全是我教 有時候我教而已 又不是完全我教 有時候我教 面對苦難跟失敗 基督徒用聖經 非基督徒用積極思考有不同嗎 面對苦難失敗的時候 基督徒用聖經 非基督徒用積極思考有不同嗎 這個是吳真給我的一個問題 他說今天 這個班上討論的這個問題 不給我這個問題 我會說班上討論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討論吧 這個班上討論的也可以在教會來討論 班上討論的也可以在教會來討論 問題就在這裡 他說你非基督徒用積極思想 用positive thinking來面對苦難 基督徒用聖經來面對苦難 那有什麼不一樣 非基督徒用positive thinking來面對苦難 基督徒用聖經面對苦難 當然這個問題的背後 可能還有別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沒辦法討論了 不過我們先從這個角度來討論 當然這個問題背後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不討論了 好 我先回答第一個 這個機制 我們要想機制 mechanism 這個機制 這個原則是一樣的 我們要看這個機制 這個 mechanism是一樣的 非基督徒用positive thinking 聖經 基督徒用聖經 這個機制是一樣的 就是希望用別的思想模式 來改變你自己的思想模式 非基督徒用positive thinking 基督徒用聖經 來思考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改變自己思考模式 改變思想認知的模式 這個是機制 改變思想認知模式 這個是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一樣的 這個機制是一樣的 非基督徒用positive thinking 來改變他自己的思想 面對被老闆欺負 非基督徒用積極思想去面對被老闆欺負的問題 基督徒用聖經來面對被老闆欺負 基督徒用聖經是一樣的 你想是不是 基督徒用聖經是面對被老闆欺負 其實有機制一樣 就是用別的思想的模式 另外一個思想的模式 來代替你自己思想裡面的模式 這個叫cognitive restructuring 這個心理學上面 心理輔導上面有一個詞 這個叫改變認知的模式 用其他的思想模式來改變自己的思想模式 這個叫cognitive restructuring 好 所以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是一樣的 第二 第二 非基督徒基督徒都需要改變思想模式 你說是不是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需要改變思想模式 應該呀 你碰到難處解決不了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改變思想模式 非基督徒基督徒都是需要的 你碰到難處改變不了的時候 你需要改變自己思想模式 聖經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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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要改變思想模式 這個是合理的 這個是真理 聖經以外 叫你改變思想模式是合理的 是真理來的 那是什麼不一樣的 有什麼不同 根據不一樣 根據不一樣 我們今天沒辦法詳細討論這種事情 今天有沒有詳細討論 根據就是說 我們改變思想模式是根據聖經 別人改變思想模式是根據聖經 別人改變思想模式是根據正常 當然這個根據不一樣 我們改變思想模式是根據聖經 其他人改變思想模式是根據正常 所以根據不一樣 這個改變的基礎不一樣嗎 你可以這樣講 因為改變基礎不一樣 你可以這樣講 但是你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 積極心想思考這個模式已經落伍了 是曹坤時代的想法 這個積極思考模式已經落伍了 是曹坤時代的師生 你說曹坤是誰 曹坤是誰 曹坤是我的中學的同學 曹坤是我中學同學 我覺得驚訝 怎麼今天還有人在教會裡面提出positive thinking 這個曹坤時代的想法嗎 我講得很驚訝 為什麼現在教會還有人講這個曹坤時代思考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落伍呢 為什麼positive thinking會落伍呢 因為他這個想法出問題嗎 為什麼positive thinking已經落伍 因為他的想法有問題 為什麼曹坤會下台 就是他出問題嗎 非基督徒如果要用positive thinking呢 那需要整合修正之後可以用 非基督徒如果要用positive thinking的時候 他需要整合和修正的 你要面對你老闆被老闆欺負 你要用positive thinking來面對這個事情 你要整合過才能夠用的了 你面對被老闆欺負 你要用positive thinking的時候 你需要整合修正過才可以用 那基督徒可以用嗎 當然可以用 基督徒需要改變思考 基督徒也需要改變思考的模式 基督徒也需要改變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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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的话,你可以用啦,但是你要整合跟修正嘛 你要用,你可以用的,但是要整合过修正过才可以用 不是说,这个非基督徒用positivity,那就一定是错的 唯一的就能够用圣经,不是这个想法的啊 不是非基督徒用positivity thinking是错的 不是只是圣经才唯一的想法 好,第三个 第三个 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谈自私很难呢?就是中国人不谈自私的 为什么教会里面谈自私很难? 中国人讲的是大道理 中国人讲的是大道理 中国人讲的是对错的问题都是大学问的这种大道理 中国人讲的都是对错的问题,大道理 中国人不讲自私的 中国人不讲自私 我不否认我对这个论语呢是 看得很辛苦啊,看得很困难啊 我不否认我对论语看得很困难 要翻译才能够看得懂啊 要翻译才能够看得懂啊 那么我找了很久啊才找到一段我觉得呢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这段呢是非常有趣的一段这个孔子的这个孔子的心理啊你可以这样讲吧 我找了很久才能找到一段关于孔子的心理的说法 他有四个徒弟 他有四个徒弟 一个叫子路 一个子路 一个叫软尤 一个叫眼尤 一个叫公西华 一个叫公西华 一个叫珍稀 一个叫珍惜 有天他对他们说 你们常常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 这个是我的翻译啊 你们常常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 如果有人知道你 欣赏你 那你会怎么做呢 你的报复是什么了 你还是觉得子怀才不遇啊 如果有人知道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子路呢 马上啊 这个原文叫摔尔 摔尔我想就是马上的意思吧 马上回答 摔尔回答 他说呢 一个千两兵车之国 有强敌压境 又欲连连饥荒 让我来治理三年啊 他说啊 百姓就能勇敢作战 私理动发 这个子路就是这样回答 我们自己看 他回答啊 孔子听了之后笑啊 孔子听了之后就笑了 第一个回答是这样 第一个徒弟是这样 第二个徒弟呢 卵游 他这样讲 他说一个六十里 乘五十里的国家很小嘛 六十里乘五十里 就是波省的国家了 赛斯国家 一个很小的国家 让我来治理三年 也是三年了 他说让我来治理三年 百姓就能富足 让我治理三年 百姓就可以富足了 但是呢 要推行礼乐的事情呢 就需要让有德行的人的君子才能够做了 推行礼恶的事情 需要有德行的君子来做 这个卵游呢 好像比较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 但是呢 我觉得奇怪嘛 这个小国怎么三年就能够百姓富足呢 他的经济学呢 应该是得罗贝尔奖的人了 他为什么觉得一个国家三年治理就可以富足呢 他应该会得罗贝尔奖的人了 无论怎么样呢 这个卵游就这样讲了 好 银行游就这样讲了 好 那么这个册呢 就是这个公什么华啊 他说呢 我不敢说我能做什么 他更谦卑了 他说我不敢说我能做什么 非常谦卑了 这个卵游就非常谦卑 他说我不敢说我能做什么 他说我只希望学习 他只希望学习 在诸侯开会的时候呢 我希望穿礼服 戴礼帽 做一个小小的冰箱 在旁听又适了 在诸侯开会的时候 我只希望村里服 带礼帽 他不敢说要管理啊 他说要学习 他要开会的时候 他去听听人家怎么辩论怎么讲 他不敢说管理 他只是说想开会的时候 听一下人家怎么辩论 那这个珍惜呢 就不说话 只在谈情 这个珍惜就不说话 只是在谈谈 那孔子又再问他 孔子又再问他 孔子说呢 这个珍惜就说呢 我没有他们三个这么有为 所以我不说了 我没有他们三个这么有为 所以我不说了 孔子说没关系嘛 各说各的心愿吧 各有各的心愿 各说各的心愿 各说各的心愿 每个人讲讲自己心里的心愿吧 没关系嘛 他讲 那这个珍惜怎么讲呢 他说晚春换上单衣啊 跟几个年轻人 跟几个 陈光 不是陈光啦 现在是朝阳的人 跟几个朝阳的年轻人 罚船渡过 骑水 放声高歌 他说 他说晚春换上单衣啊 跟几个年轻人啊 是佛船渡过 这个旗船渡过 一个旗水 放声高歌 我刚才不是讲说耶稣被立啊 能够叫人的心意显露出来吗 我刚才说过耶稣被立 叫人的心意被显露出来 孔子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你就看得出四个人有四个不同的内心的形象了 你看看孔子问这个问题之后 就看见四个人 有四个人内心不同的心意 所以我觉得找到这一段论语的里面 真是很好的一个材料 我看见 找到论语里面一段这样的说话 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材料 那孔子听了这个珍惜这样讲说呢 他说 我倒欣赏这个答案 孔子听了这个珍惜这样讲的时候 我倒欣赏这个人的答案 好 那后来这三个人 这个就出去了 其他三个人就走了 其他三个人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这个珍惜就问这个 问这个孔子说 老师啊 你觉得他们的答案怎么样了 他们三个人走了之后 珍惜就问老师 他说你觉得三个人的答案怎么样 孔子不肯回答 孔子不肯回答 珍惜就问了 那为什么老师这个笑子路呢 子路讲了之后 他说他说他说 他管三年之后 他就国家能够富强了这种 为什么笑了 他说老师为什么听到子路说三年就可以令国家富强了这种笑 孔子怎么讲呢 孔子怎么讲呢 孔子说 子路说话态度不谦卑啊 所以我笑 他说子路说态度不谦卑啊 所以我笑 他讲了之后呢 他就开始讲他的评论了 然后他就讲他的评论了 他说眼油治国 怎么能不管礼乐呢 怎么能不管礼乐呢 他不是说这个小国他能够百姓就富有了 但是礼乐的事情要别人来管 他说小国百姓可以富裕但礼乐事情其他人来管 孔子就说呢 治国怎么能不管这个礼乐呢 孔子说治国怎么能不管礼乐呢 那这个什么宫华呢 他就说他只想当一个小兵相 那谁来当大宰相呢 他说这个 赤子想当一个小奔将 那大左想哪个做呢 好 那这个故事就这样玩了 故事就这样完整了 孔子 以对错 从对错 大道理啊 从对错来讨论三个学生的答案 孔子从这个对错的大道理由讨论三个学生的答案 你不觉得这个是失去了一个分析他们的动机 还是帮助他们了解自己讲这个话的动机 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你不觉得这个是他可以叫他们了解自己 讲话动机的很好的方法吗 中文的文化就这样啊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 中文文化就是这样啊 讲对错 不讲动机 不讲了解自己的 讲对错 不讲动机 不讲了解自己 孔子欣赏珍惜看破红尘的想法 他说呢 我只要跟这个 朝阳的几个青年人 划船唱歌 那孔子说我欣赏这个 孔子欣赏这个珍惜看破红尘的态度 但是他没有分析自己的动机啊 但是他没有分析自己的动机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他觉得失望了吗 是他开始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管这个当时这个世代里面的问题吗 是他知道自己没有管当时世代的问题吗 你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错过了 来帮助人了解自己 明白自己吗 你不觉得他错过了一个好的机会帮人了解自己 哎呀我觉得呢 看了这些 佛学里面呢 导师讲了解自己是很清楚的 佛学里面他讲了很多关于了解自己很清楚的 佛学里面完全不讲的 连圣经这种侧面见解讲的都没有啊 所以华人教会的里面每天在争吵在分裂 但是都是讲大道理的 所以华人教会整天的争执分裂都是讲大道理的 越属灵的人越争执多 越属灵的人就越争执得多 你看看想想想是不是 你想想是不是 你看宋上节这种啊 很属灵啊 神很用他 你看他在这个 伯特利这个 布道团的里面 是不是跟人很多的争执呢 你说不是不是 都是他对 你说 你搞清楚了 宋上节在八特利那个团里面 和人多少争执啊 孔子欣赏 他没有讲为什么欣赏 孔子批评 他只是从对错来批评的 孔子欣赏他没有讲 为什么欣赏 孔子批评 中国人只讲对错 不讲了解自己 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 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中国人只讲对错 不讲了解自己 华人教会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好 结论了 结论了 今天不错啊 我有个翻译 还讲了只是50分钟啊 我用翻译之后讲了 确实是有进步了啊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分析一下 回去分析一下自己啊 如何如何来突破3%的困境呢 我说要建立桥梁啊 为什么突破3%的困境 就是我说要建立桥了 我们教会能不能突破这个3%的困境 我判断是从建立桥梁来突破的 我教会能不能突破3%的困境 判断是从建立桥梁啊 讲大道理肯定是不能建立桥梁的 讲大道理肯定不能够建立桥梁啊 你想是不是啊 你如果在小组团庆里面讲大道理 人愿意来听吗 如果是小组团的里面 讲大道理人愿意来听吗 如何建立桥梁呢 我认为第一要认同别人的无奈 第一我们要认同别人的无奈 第二有自私承认自己没有所有的答案 第二要有自知要承认自己没有所有的答案 第三肯寻找文化中彼此的共同点 承认圣经以外有真理 第三要承认文化中有彼此的共同点 承认圣经以外有真理 第四肯谦卑跟人来讨论 第四要肯谦卑去跟人讨论 那这样可能就可以建立一个桥梁 可能可以突破百分之三的困境了 这样就可能可以建立一个桥梁 突破了三百分之三的困境了 好我就讲到这里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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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拍手是吗 不讲了就不拍是吗 不讲以后不讲 那这样先我们来欢迎今天 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朋友 那今天先